目前中共的十八大正紧锣密鼓的准备着 北戴河会议后再次传出中共常委有九人变为七人 在中共政坛动荡和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刻 中共的红二代薄熙来的命运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目前有亲近中国的日本媒体披露 中共在北戴河会议上已经拟定了开除薄熙来党籍 取消他的人大代表资格 薄熙来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外界推测薄熙来应该会被处以死刑 否则会给中共的现行领导人和下界核心 以及中国人留下后患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38条中规定 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北戴河会议除了拟定将开除薄熙来党籍 还围绕人大代表又不被逮捕的特权讨论 打算取消薄熙来的人大代表资格 薄熙来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认为 薄熙来一定会被处以死刑 他说中共现在的局势和76年非常相似 如果不治薄熙来与死地 他就会像当年的邓小平一样 习近平就会是第二个华国锋 只开除党籍我看不可能 而且薄熙来的下场会非常非常惨 不管胡恩来讲习也好 绝不能给薄熙来以东山带气的机会 不把他置于死地的话 薄熙来这些左派的人也是手足心狠的 如果他要是起来的话 胡恩的下场非常惨 因为胡恩与薄熙来的关系 还不如邓小平与毛孟宁的关系 时政评论家唐伯乔认为 开除薄熙来的党籍和取消他人大代表资格 是为追究刑事责任铺路 他说薄熙来至少应该处以死刑 不过在和江派争夺18大席位的博弈中 胡恩可能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时 会做出一些让步 按道理说他应该追究他很多的责任 贪污腐败啊 平非受贿啊 然后这个滥用职权啊 辞世酷刑啊 是吧 包括那些活在气管的事情啊 人体长啊 那些事情啊 可能不会追究 中共政权组会倒台了 是吧 不倒台他不会追究 唐伯乔指出 如果不果断处死薄熙来 遭殃的不只是胡恩一派 还会殃及百姓 他说 薄熙来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会刺激反扑 胡恩家族会比江青更惨 据昭日新闻分析 开除薄熙来党籍 是力挺薄熙来的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与胡锦涛之间较量的结果 不过看来江泽民 完全没法显示 他的存在感了 占据优势的胡派 在调整新的最高领导层人选上 将保持强大的影响力 报道指称 胡锦涛力争将 九人政治局常委削减到七人 胡恩人马将占绝对优势 7月12号 华坡对18大入常人选做过预测 现在传出的名单 和他的预测不相上下 华坡表示 江泽民立集团 是人民期待胡恩清算的对象 入常的几率不会太大 他说 当时他估计 余正生当选几率只有40% 余正生的 大家觉得他入常的是属于一种调和 我觉得将来这个七常委啊 给这种调和性的人物 入常的几率倒是不大 而且他余正生还是属于红二代啊 他不可能把这些人太多的 飞进了常委 如果要是真是这么做的话 就跟清末的皇宗内阁一样 华坡还表示 胡温在任时 江泽民安排的人马班底 使得胡温处处受阻 无所作为 人们对日益扩大的贫富之差 心怀怨气 现在薄熙来死党 可能反过来利用这点 给胡温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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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胡温施加压力